嗨 欢迎来到BricksMod 今天呢终于要开箱啦 那今天到底要开箱什么呢 今天呢要开箱就是这个 31116Creator Tree in One Safari Wildlife Treehouse 这个呢是2021年3月份的 新出的Creator Tree in One 什么叫做Creator Tree in One呢 Creator Tree in One它呢 其实就是 它给这一盒里面呢 它会给你一个Bricks 给你一些Bricks 然后呢这些Bricks呢 是可以兜出三种模式的 在这三种模式里面 都会分别给你一本instruction book 给你去组装这三种模式啦 那最主要的模式就是这个 Treehouse的咯 也就是树屋的 然后呢它可以变成这个飞机的 飞机还有一个树一个鸟 还有一只狗 还有可以变成这个船 帮船 还有一只鳄鱼这样子的咯 那这个是Creator Tree in One 这一盒呢3116呢 是适合给7岁以上的小朋友玩的 事不宜迟我们先来开箱 过后我们再解释它的细节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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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这个呢就是我组装好的第一款的款式 书屋啦 那这个书屋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楼梯可以爬上去的 可以给小朋友这样爬上去的咯 然后它是有一个女生 还有一个小弟弟 拿着照相机的小弟弟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就是这个书屋 我为这个门呢是它的屋子 结果不是 它开起来是一个厕所 然后它的沙发呢 它的沙发是放在铺外的 所以如果有下大雨要高风下大雨要高 可能就会飞走了 那这一边里面呢它还有一个长颈鹿 真的是很长啊 跟那个树是一样的 比那个树还要高 还要吃叶子都需要玩下脚 还有就是flamingo 我也不懂为什么会有flamingo 可能在马达拉加斯卡之类的那种沙漠的地方 需要这种树屋ranger house的地方 都会有一个flamingo 这个就是那个收音台啦 上面还有一只鸟 整体来讲我是蛮喜欢的啦 可是这个只是第一种款式 然后还有其他第二个款式跟第三个款式 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的款式 其他两个的款式的话呢 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就可能会组装给你们看啦 可能我只会拍一个短短的video啦 不会拍一个这样完整的一个unboxing video 这样子啦 这就是今天的unboxing video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写下你的意见啊 或者是你对这个的看法 你觉得它可能需要修改哪里 可能会变得更加分啊之类的啦 或者是你还有什么想要看开箱的话呢 也是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最后呢 记得帮我们按like跟share 还有就是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消息啦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